上个视频介绍如何挑选竹孙 本视频介绍如何泡发它 1.盐水泡发 盐水泡发竹孙更加直接 把剪好的竹孙放到碗里 夹入盐 在待盐水中大概浸泡20分钟左右即可 在浸泡的时候要不停地换水 让竹孙完全浸泡进去 泡好之后用清水清洗 2.淘米水泡发 用淘米水泡发竹孙 泡出来的竹孙会比较白一些 而且如果选用淘米水浸泡竹孙 所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这至少需要花费2-3个小时 而且等泡发好了之后 要将竹孙放进清水中清洗 将其沥干水分之后再放进清水中 3.温水泡发 用温水泡发竹孙的办法更加简定一些 温水泡发其实和盐水泡发的效果差不多 只是把盐水换成了温水 只需要准备一些水温40度或者50度左右的温水 将竹孙放进去浸泡大概7-8分钟就行 不要泡得太久 不然会影响口感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几种方法一起用 这样泡发的时间就会短些 效果也更好 通过几个视频 相信你对陆荣姑有更多的了解 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评论收藏转发